110年元旦含莱克多巴胺的猪肉就要开放进口 不少县市政府寄出自治条例要求瘦肉精领检出 台中也不例外 不过台中市政府却在27日收到行政院发函 认为地方自治条例抵触中央法规 要求检讨修改 台中市议会国民党团召开记者会抨击 中央无能台中硬起来 和市府同意阵线严格执行施案条例 中央无能台中硬起来 国民党团议员高呼口号抗议台中实案自治条例 规定美猪瘦肉精领检出 27日却遭中央行文检讨修改 国民党团抨击更不愿意妥协 和市府同意阵线严格执行实案条例 有19.5的民众是支持开放 19.5的民众是中立 有将近55.1的民众是不支持瘦肉精开放 那针对台中市继续施行我们的自治条例来领检出 将近有66.4%的民众是支持我们的 包括校园包括军人 为什么他们可以禁止说不用吃那个美国来说 然后我们一般台湾民众也要吃呢 风险拿到我们吃就没有风险吗 国民党提出实案自治条例是2017年制定 完全依照地方自治的相关法规也完成了立法程序 至今营运三年多 直辖市议会是独立行使地方自治与立法的机关 而中央为了美族进口不惜杠上地方 国民党也不排除将连署发动倒戈 反应民生 食品安全管理台中市的自治条例呢 我们一定 国民党团我们一定不休 而且我们要求台中市政府 要继续执行我们台中市议会 所通过的这个实案的自治条例 邀请我们的党籍立委 以及这些非执政党的立委 来共同来提修宪 这个东西如果政府要蛮干的话 修宪也是另外可以选择一条道路 美族进口争议越演越烈 地方与中央始终是平行线 如何让政策与民意之间取得平衡 也考验着政府的智慧 记得两位台中采访报导